需要帮助吗,可爱的小朋友们?看到我是不是超级开心 Vita? 嗯,是Vita吧? 这是你搞的鬼吗,Vita? 瞧瞧,你们的前辈都把你们两个教坏了,真是的 让我猜猜看,该不会新天命的入学第一课就是,小心那位叫Vita的女人吧? 嗯,你说对了,我们的教科书封面上就写着不要相信Vita,还是浮花前辈亲笔题字,谢儿前辈画的插图 哼,那还真是荣幸啊,看到大家都这样想念我,我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可是,你不是贝拉黑了吗?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? 是啊 不过呀,贝拉黑了大号就换小号上,这不是常识吗? 没有什么能难倒无所不能的Vita 当然了,还是要尽可能限制力量的使用 不然万一被那位小心眼的神察觉到,恐怕我辛辛苦苦捏的小号也要灰飞烟灭了 那根呆毛 啊,你注意到了,真开心,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造型呢 但穿黑色内身的时候就会显得有点傻里傻气 为了维持我职场丽人的精致形象,我都不用大量发焦 不好意思,我对这个话题没兴趣 如果不是你搞的鬼,就告诉我们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,是发生了什么故障吗,有什么办法能出去 哼哼,这感觉还真是似曾相识呢 你们摸不着头脑,有一堆问题想知道答案,却又对我无可奈何的模样 简直跟你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嘛 哦,你说错了,与沉稳善良的前辈们完全不同 我们两个特别容易冲动,最喜欢背后给人来一锤子 是吗?那你们需要跟前辈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哦 我们下辈学习的地方